好的 通緝犯竟然可以自由進出北市議會打籃球 甚至還偷走議員助理的車鑰匙 這月中 議員盧智長的助理 發現地方在警衛臺的車鑰匙不見了 到月監視器發現是一名受邀來打球的男子 拿走 對方事後有返還 助委警也就讓他就此離開 不過助理越想越不對勁 他跑去信義分局報案 這下才發現拿走他車鑰匙的男子 竟然是一名通緝犯 兩名刑警壓著這位身材高壯的男子 身穿籃球褲的他是名通緝犯 來 上車 但他恐怕沒想到自己逃亡多年 還剛從北市保大警方眼皮下溜走 竟會因為自己愛打籃球而栽在信義警方手裡 當年這名離姓男子來到台北市議會打籃球 結果就在離開的時候 在警衛臺拿走了一把議員助理的車鑰匙 事後清查原來這名男子的身份竟然是通緝犯 通緝犯可以到議會打籃球 會不會太囂張 事發在15號晚間 55歲的李姓詐欺通緝犯 受邀到台北市議會打籃球 但離開時卻拿走了一把不屬於他的車鑰匙 而主人是議員羅志強的林姓助理 他調閱監視器 用電話通知對方還鑰匙 但當下警方只留個資 沒有其他作為 事後林姓助理擔心鑰匙被備份 向信義分局報案 這才發現拿走他鑰匙的人 竟然是個通緝犯 議會籃球場空間狹小 所以許多人去運動前 會先把鑰匙寄放在警衛台 但最安全的地方竟然也最危險 車鑰匙被通緝犯拿走 索性車沒被開走 負責議會維安的北市保大表示 理性通緝犯是拿錯鑰匙 不是偷鑰匙 所以當下才讓他離開 雖然信義警方火速將人棄捕歸案 但別的不說 光通緝犯能寫個資料 就進到議會殿堂打籃球 這維安螺絲是不是鬆了 記者萬家瑋陳玄 台北報導